大家好,我是John Mali 上次分享了花椒油的做法 很多粉丝留言催我 让我分享一个蒜蓉油的方法 今天它真的来了 这个蒜蓉油的吃法有很多 不管是拌面、下饭 还有蒸海鲜都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酥酥脆脆的 首先我们在选大蒜子的时候 要选这种红衣大蒜子 这种大蒜子吃起来比白衣大蒜子更香 而且最适合做蒜蓉油了 先把大蒜子一个一个的掰下来 再把它的外皮剥掉 做蒜蓉油大蒜子的量要准备多一些 自己想偷懒的话 可以叫上隔壁邻居 一起帮你完成 全部剥好后 我们要把大蒜顶部的这个小圈圈切掉 它会影响口感 而且还会减少保存的时间 全部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切成蒜末 大家这里要注意 蒜头千万不要用搅拌机 搅得太烂的话 就容易出水 一定要用刀切 这样做出来的蒜蓉油 才会更加的好吃 要保留一点颗粒感 不用切得太碎 蒜在炸制的过程中会缩水 切成像我视频中这样保留一点颗粒感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下来这一步是最关键的 往蒜末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不然在炸制的过程中 就特别的容易炸糊 而且炸出来的蒜也是苦的 洗好后再把它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起锅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玉米油 大豆油 花生油都可以 我这里600克的蒜就用700毫升的玉米油 油温把它烧至三成热 再把切好的蒜末倒进来 用铲子不停地搅动 防止粘锅底炸糊 慢慢地升高温度 这些泡泡就是水分 千万不要盖盖子 让水分全部地炸出来 现在的温度已经在150度左右了 全程炸了8分钟 炸至白色带点金黄的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控油捞出 炸蒜这个过程 如果你等到金黄色再捞起来的话 基本上就太迟了 金黄金黄的特别的酥脆 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 我们在钉板上铺上几张厨房纸 再把炸好的蒜末倒上来 再用勺子把它平铺均匀 让它自然放凉 放凉之后会更加的酥脆 我给大家先尝尝 你们听听声音特别的酥脆 再准备一个无水干净消过毒的玻璃罐子 再把放凉之后的蒜末舀进来 最后再把炸蒜末的油也倒进来 哇实在是太香了 这香味特别的好闻 一道简单易做的蒜蓉油就这样做好了 真的是好吃到连朋友都没有 我家一年四季做菜都会用上 不管你是拌面条下饭还是做蒜蓉虾 做出来的口感度是一级棒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焦魔力天天分享